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费电子展的重点到底是在哪里 对你跟我在2023年中长期的投资布局有什么好处呢 我这一集就来跟你谈谈上礼拜全世界最关注的 也是我们Silicon Valley最关注的消费电子展的电子趋势了 因为关乎你口袋里面的深浅 我们看第一张图 请注意我讲的2023年是一个重整经济年 什么叫做重整经济年过去两集都有提到 你看这张图 NASDAQ图 三年如南科一梦 从2020年的第一季回到现在 2023年的第一季拉一条线 上下成为正三角形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完完全全回到原点 所以2023年是一个重整年 要先打横才能够慢慢的往上 这也是我在去年年底铺垫2023年的重中之重 重整 股票也要重整 各大500大公司 每一家公司的盈余也必须重整 他们的盈余必须有突破 如果不突破 正三角形 可能2023年就往下 也有可能打横再上来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要先打横才能够上来 所以非常的明显 盈余2023年 各大公司必须重整 有突破第二张图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CES展的重中之重 当然就是AI的电动车了 你看看AI的电动车 我们看左边 这是我们美国整个产业政策的重整的主题 什么主题呢 基建计划是去通胀法案 去年第三季第四季刚刚推过 对吗 第二 政府非常干预 经济 还有各个层面的经济政策 问题就是因为 2022年整个整形 整得不好 今年要重整 政府资源有限 必须干预 第三 科技 产业政策 半导体 电动车 成为我们美国的重中之重 请看右边这张图 也是TESTA的股票三年运动图 正三小型 2020年当然是很好的一年 但是到了高点2021年 2022年往下跌 正三小型 对于电动车来讲 今年虽然 虽然 CES秀的亮点 但是重点是 每一家电动公司 相关的半导体跟行业 必须创造盈余 盈余必须有突破 没有突破 不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几乎今年的 一进去的 CES展 没了Intel 没了Colcom 结果你到各个展区去看 Colcom跑到电动车了 Sony跑到电动车了 包括农具公司的 John Deere 跑到电动车的展览地区了 非常明显的 每一家公司 必须在英语 借着电动车 有所突破 我们看下一张 很漂亮的一部车 BMW的新的 电动概念 感情车 有互动的 D DEE 所以非常明显的 电动车整个的格局 布局 是我们 今年2023年的 整个趋势 这个电动车 会带动什么产业呢 起码五个 第一个 车联网 上了电动车 有AI 你当然 打你的gaming 看你的Netflix的电影 上 Metaverse 所以就创造了很多 盈余 自动驾车 创造你跟我 更多的时间 来善用 我们的科技 创造盈余 AI Chip 会提升 5G 对吗 所以 而且进一步 AR AR VR 会upgrade 你必须在电动车里面 看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 因为车子跑得很快 你AR VR 要跟得上 第五 人机界面 声控 你在电动车里面 Hand Free 声音 也可以控制 什么Radio Air 卡 对不对 还有里面的 所有的设施 在在都证明 从整的电动车行业 带动的 起码这五大行业 你看这部 BMW的D 就非常的明显 里面有Chip 有5G 可以Shopping 可以看电影 而且车子还会变颜色 这中间很多高科技的产业 一起提升 而且Tesla 在去年 产量提升40% 不是4% 是40% 很多创造的是一个种整合 你知道 新旧行业的整合 汽车是旧行业 对吗 但是你跟5G AI 合并 一种新的整合 第二 它也是区域整合 你现在不是Fremont Tesla 来制造车辆 你在上海 也一样的制造车辆 中国制造的Tesla车 外销到欧洲 非常明显全球都有纵横 彼此整合 upgrade 整个产业 不仅是美国 全世界都一起提升 请注意下一张 让你跌破眼镜 Honda跟Sony整合 这种是科技整合 Honda是车子做得很好 Four Cylinder也好 Six Cylinder也好 甚至A Cylinder Honda都很好 对吗 但你怎么跨界呢 你必须提升 自己不足 找了Sony Sony当然 电视很好 LCD 但是你不能只是在电视产业而已 这是Sony 重点 不是在电器行业的那个section 而是在电动车 所以Sony可以upgrade 整个Honda里面的车内的design 这种是新旧行业的科技整合 重整 产业的重整 进一步 你的盈余就会创造重整 这部车 Aphila 是非常经典的 所以 当你个人的技术不够 找个partner 一起成长 这次的电动车 CES展里面 非常 非常的明显 两个公司一起整合 一起重生 这种都很多 其实 以后这种AI 这种产业 其实在车内 更是要用很多5G AI 还有其他公司 一起整合的 所以Honda 跟Sony 彼此重整的 再度出发 给你跟我 在这一次的CES展当中 有很多的提升 跟扩大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 这次CES展 还有AI科技的整个整合 让我自己本身都跌破远一经 就是John Deere 这是一个老牌的 农具agriculture的公司 通常 如果美国S&P 放在10个sector 释放在industrial 工业股里面 但是这次的CES展 你不是说 它竟然参加了 而且是在电动车里面 请看右边的这张图 以后我们美国农夫耕种 只要在手机规划一下 今天整天的工作量 由车子 420块钱 涨了40%以上 你非常明显地看得到 新旧工业一起整合 一起upgrade 可以创造很多的盈余 这次在CES的电动车 这个AI展当中 展现的就是这种科技整合的突破 John Deere 老工业 因为AI的NVIDIA the chip提升了 它英语的能力 Outstanding job 所以从这次的CES的电动车当中 有三个subsector 应该你要放在你的radar screen里面 第一个 AI的5G半导体 5G半导体 右边这张图是NVIDIA 虽然过去一年拉一条线 甚至两年拉一条线 It's OK 因为它在2020年分过股了 即使整个的股票是一样的价钱 你股数增多了 但是在打横当中 它重整 2023年 一样在中长期当中 5G AI所创造的盈余 超乎你所想象 你必须把它放在 你自己的radar screen里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sector 跟电动车有关的所有的相关加电器 或者是塑化玻璃 还有新的整合的塑胶轮胎 都是相关 请看这个家公司 我所让你展示这个sector的 就是CF 这个是电动加电装的一家新能源公司 即使2022年非常的糟糕 它一样涨了20% 而且当美国基建法案 或者去通膨法案 补助了Ford General Motor的时候 这家公司这个sector都会跟着一起扩大 因为我们要创造50个家电装 在全部美国 而且长长的中长期慢路 这个sector应该会持续扩大 盈余的饼也会持续扩大 这是第二个部分 你应该放在你的radar screen 第三当然是AR VR 你在车子里面 很多一个小时免于驾驶的那个时间 当然就上网了 上网的AR VR的这个sector 提升盈余 请看这部车 这部车是Volvo的EX90 现在在美国 你看到很多广告都在推销了 都在推销 里面所有的车联网的软件 5G 还有车联网一起提升的 是由Android System 当然是Google受益了 那Google当然也跟着其他的公司一起在竞争 它可以跟Apple彼此竞争 所以一样的软体的系统 跟着电动车一起结合 Google Android都一样受惠提升 盈余当然扩大 以前你拿的手机是人跟机 机器手机彼此结合 盈余只有一半 以后是车跟机的软体提升 那一半的另外一半 50%的盈余会更加的创造 更加的大 为什么 你家可能两部车 三部车 四部车 所以这个盈余的创造 超乎你所想象的 所以三大Subset 跟着CES的这次AI电动车 创造的盈余中长期 你必须放在你的Radar Screen里面 上半场我暂时就停搁在这里 希望你反复思考 休息一下 我是Howard Chen 陈少豪 豪老师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下半场 上半场讲到这次 Las Vicas City的CES消费展 当中电子展 电动车是重中之重 所以创造的盈余 在各行各业都有所提升 你必须放在你的Radar Screen里面 因为这中长期会创造很多的盈余 我来回答你三个问题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联储局公告 整个上个月CPI的指数 公告出来是6.5% 以预期的6.5%同等 没涨没跌 另外一个 去了能源跟食物核心指数 跌了0.1% 一样的 跟预期的0.1 负0.1 负0.1一样 所以两个数据跟市场的预期 完全一样 当然6.5%的CPI是从7.5% 7.3%降下来的 所以看起来降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创造了连续三个月以上 CPI持续下滑 这就成为一个简单的趋势 就如同股票运动图反映CPI的涨割的过程 公告之前 前一天 礼拜三的股票先涨 对吗 涨了到300点 公告之后跌 有一点失望 慢慢消化之后 再涨 所以整个的股票运动图 如果回头一看 还算positive 因为CPI通胀的数据 显明慢慢下滑 至于到了下滑2% 当然主播我认为长路慢慢 今年年底以前 可能整个的通胀 可能到4%或3.5% 到2% 还是非常不容易整理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 所以市场的表现 才会这样的反复 第二个 回复你的就是 整个的市场的反应当中 也让我们知道 既然通胀慢慢的下滑 升息的速度 到底会不会调涨 比较确定的市场的反应 可能从下一次 二月份调利息 从涨两码 可能变成涨一码 0.25% 因而整年度来看 有可能涨4码 1% 所以现在是4.25% 可能到年底的时候 是5或5.25% 这是第二个 我所评论的 第三个 请注意了 市场 既然反复 我讲先跌 后小涨 后大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反应今年 有可能也是这个趋势 上半年抗通胀的力道 升息的力道 慢慢减缓 但是经济公告盈余 会坏消息进出 请注意 市场跟经济是脱钩的 经济的消息会越来越坏 第一季第二季 但市场的调整 先跌后涨 然后的下半年 有可能就慢慢涨起来了 所以你必须 慢慢地体会 CPI的数据 第二个问题 投资者可以从 新一轮的财报当中 获得哪些 帮助投资者的信息 这是第二个礼拜 事实上 公告的盈余 还没正式开罗 可能只有一两家的 银行股而已 那银行股表现的呢 从Goldman Sachs来讲 Layout 3200人 这是2008年 上次Layout到现在 已经是回头一看 14年后了 Goldman Sachs是整个 银行业的龙头老大 通常它的Layout 有很多指标性的意义 它一Layout Band America Wales Fargo City Bank 会扩大Layout 所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 我认为银行股会率先Layout 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第二个 整个科技股应该有 第二波的Layout 有的好 有的不好 一半 一半 第三个 那当然 有的新旧行业 去年跌得多 如果盈余有改善 会慢慢地打横 如果第四季公告 还没改善 这些股票 就会被消化掉 第三个问题 我会持续地讲 有的Retailer 就会不见了 就会不见了 因为三年之后 它整个的 Infrastructure 没有改变 这几家公司 就有可能就不见了 所以 这一次的疫情 改变整个盈余 创造的 整个的model 有的公司 不管你是新的公司 新科技 旧工具 只要能够赚钱 就能够挺过 这三年 所以2023年 是多么的重要 我再次地强调 今年是重整年 Economy In Consolidation 当你要大涨之前 一定要先蹲下来 所以蹲下来 是一种改革 各行各业 都必须改革 过去三年 你拿政府的钱 现金 利息是零 当然你可以随便地 创造你的model 赚不赚钱 无所谓 股票造成 但是2023年不同 你如果没赚钱 就会被惩罚 所以必须 小心谨慎 四季的盈余 我认为 一半一半 有的好 有的不好 最好打横 第一季 第二季公告 第一季的盈余 慢慢就变好 第三 第四季就上去 这是我对整个今年 重整经济的看法 第三个问题 BBBY 预警破产 对零售行业是否牵连 当然会牵连 BBBY 就是卖洗澡的一切的用具 毛巾 肥皂 刷子 所有的挂钩相关的产品 这一家公司 在我移民到美国来 定居到美国来 过去将近40年 回头一看 真是颠颠勃勃的 这家公司是美国 Mainstream非常喜欢 特别主流的家庭主妇 很喜欢的 三四十年前 那种生活的model 你必须把你的浴室 布置得漂漂亮亮 干干净净 而且非常时尚 那时候的布置 浴巾 浴帽 所有的相关产品 衬托你的浴室 像客厅一样 那个时候的 美国主流价值观是如此 但是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现在不同了 现在不同了 实际运用最重要 对吗 所以这家公司 反映的所有的 盈余 社会价值观 都完全被打压 特别过去三年 供应链有问题 你要浴巾也没浴巾 要肥皂也没肥皂 当然你就没办法 第二 你这种的business model 都是到处在shipping mall里面开店 成本有多高啊 店面开了 卖一条浴巾 赚你十块钱 二十块钱 付你的租金都不够 付你的人工都不够 这种都被Amazon所取代了 对吗 所以也表明了 现在reteller做生意 必须线上线下 一起整合 你也不能够没有线上 对吗 Amazon要有线上 对吗 但是你也不可能没有实体店面 你要有target 你要有Walmart这种实体店面 所以两者都必须整合 整合了之后 线上订购 线下取货 线下看成品 线上订货 Walmart Target Amazon 都走向这种business model 所以也解释 Amazon 为什么要买Hofu 为什么他要实体店面 这些都能够从BBBY破产 从中学到功课 社会的价值观已经改 你的business model也必须改 才能够创造更好的盈余 你一味地在Shoppy Mall开店面 一味地一条一条毛巾卖 聘请了这么多的人工 都不合乎时下的创造盈余的 S&P500的business model 所以从BBBY里面 对Retailer是一种很大的提醒 事实上对各行各业都是如此 我讲到这里 你对2023年是不是还充满着希望 希望你听了我的分享之后 心中有平安 能够帮助你有聪明 有智慧 布局2023年 我给你一节圣经 希望你壮胆 兼顾你的心 那就是诗篇 31篇 24节 凡仰望上帝的人 你都要壮胆 兼顾你的心 2022年 挑战那一年过去了 2023年摆在我们面前的 是更多的挑战 但是是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恩典 愿上帝爱子耶稣基督 祂的恩典 能够护着你 带领你走过最挑战的2023年 上帝祝福你 孩儿倩承上好 好老师 我们财经趋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